两天一夜游,iCity,Snowwalk,Sim Park 我们租了,iCity里面的公寓 四人一房还可以而已,厕所里没有放置用品自己必须准备 去夜间游乐场冰雪世界,走路就可以到非常方便 我们是上网购买入门票,然后排队等进冰雪世界 游客可免费官方提供的冷衣外套靴子,手套必须自己付款购买 建议最好穿长裤,里面真的很冷零下五度 冰雪里玩碰碰车 升级改造后的Snowwalk冰雪世界,分别有奇幻森林梦幻冰湖冰雪奇缘 冰雪大冒险北极光冰雕世界,冰雪魔镜 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冰感十足的玩雪趣味 通过元宇宙的虚拟技术,使游客入此景游玩时仿佛置身于北极中 在挨挨白雪河冰风中玩耍意境极美 官方有准备雪橇、雪地自行车等等的玩乐设施 供大人小孩一起玩 看见有些父母放小孩在雪橇上 随后拉着孩子们奔跑,孩子们玩得很开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要忘了玩雪地滑梯,坐上橡胶圈滑下彩虹滑梯,刺激又有趣 最后我们来到最冷的雪娱乐园 随便拍都是氛围感超美照片 冰雪世界氛围真的取得游客欢欣 值得一游的冰雪世界 吃了午餐休息了一阵 我们便前往ST的主题乐园 现场有很多游乐设施 海盗船、鞦韆、小火车等等 看起来都很安全 夜晚的主题乐园被灯光点缀 很适合游客来拍照留作纪念 这里真的很漂亮 镜头拍不出的美 推荐到达现场亲眼欣赏 接下来一起坐上小车 环游风景吧 图中还会有摄影师拍照 记得笔印 Omega Y 女儿们去玩旋转木马啦 童心为米又跑去玩鞦韆 接下来又跑去摩天轮啦 七彩炫目的摩天轮 充实的一天 有家人陪伴 幸福美满 欢迎订阅按赞强哥一家频道 谢谢感恩